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来是经济学 今天呢 要跟各位讲授的是 序列相应分析 我们在前一个单元 已经跟各位介绍过 技术相应分析 那么第七个单元跟第八个单元 如同我们在之前已经说过 这两个单元 主要是从消费者的行为 来探导 通过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来找出商品的 最适的消费组合 那么今天 我们要谈的就是第八单元 我们的学习目标 首先当然一定要先介绍 什么是序列效用 那么序列效用 其实它就是用到了五一曲线的概念 那接着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五一曲线的特性 透过五一曲线 还有我们在第七单元 所介绍的这一个预算线呢 我们要透过这两个 五一曲线跟预算线 来找出最适的消费者组合 也就是让我们的总效用 达到最大的一个组合 最后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我们怎么样透过五一曲线 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呢 来推导出我们在前面 的一些单元当中 介绍的需求曲线的由来 我们的写取方法 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在上课之前 能够先做好预习的工作 那么在聆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能够专心的听讲 然后把重点 把老师所标示的重点 把它记录下来 课后呢 能够迅速的将老师 在课堂上面所讲授的 这些重点呢 重新整理笔记 那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会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在从日常生活当中 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 来搭配我们这个单元 所讲授的内容 把它结合在一起 相信各位同学 对于了解这个单元的内容呢 会有莫大的帮助 在课程大纲的部分呢 我们会先跟各位同学介绍 序列效用的定义 我们会跟同学说明 序列效用跟技术效用 两者之间的差别 接下来就是说明 无语曲线的特性咯 第三个呢 我们通过了无语曲线 以及预算线 我们要去推导出 最适的消费者组合 最后呢 则是透过了这个 无语曲线分析方法 来推导出需求曲线 我们先来说明 序列效用的定义 各位回想一下 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说技术效用是 我们能够给 效用一个数值 然后透过数值的 这个大小的变化 来了解 或是来发现出 这个因为总效用的 变化情形 来看出 效用是否提高 或是减少 那么序列效用呢 从头一面上面 我们所说的 序列效用又称之为 无语曲线分析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对不同消费 所带来的满足感 加以排列 所得出的效用的概念 各位看到这样的文字 可能有一些 感觉到概念上面 还是有点模糊 我用白话的方式来讲 序列效用呢 是 没有办法像技术效用 能够给这样一个 效用这个东西 一个数值 换句话说 我们只能够排列 不同的商品消费 带给我们满足感的优先顺序 比如说 我们有三种商品 有汤包 有电影 或是衣服 我们要去消费这三种商品 我们可以 针对不同商品 根据你个人的偏好 去排列 消费哪一种商品 能够带给你的满足感 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 假设你这个个人 你特别喜欢看电影 那么当然是 你去消费电影的 这一个满足感 大过于 假设是衣服的消费 那么衣服的消费 有可能又大过于什么 大过于汤包的消费 因为 你希望把钱 能够用到看电影 或是买衣服上面 吃的话 我们就尽量 省着吃 能够把这些钱 用到是我们喜欢 去消费的商品上面 所以序列效用 它并不能 给这一个消费行为 一个 实际的 效用的素质 只是在排列优先顺序 那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问问同学 各位想想看 到底效用 能够用素质来表示 还是说 不能用素质来表示 只能用来排列顺序呢 各位想想看 哪一种分析方法 是比较合理的 我个人认为 透过序列效用分析方法 这样的一种方式 是比较合理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消费 一笼汤包 或是 两笼汤包 或是三笼汤包 我们怎么样 给这样的一个 效用满足感 实际的素质呢 倒是什么 倒是如果说 我们消费一笼汤包的满足感 跟消费两种汤包的满足感 以及消费三笼汤包的满足感 其实我们可以排列出来 我们消费的越多 我们的满足感越高 所以 讲到这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 序列效用分析方法 是比较合理的 好 接下来 介绍完了这个 序列效用分析方法 定义之后呢 我们就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无欲 曲线的概念 什么叫做无欲曲线 简单来讲 就是效用没有差异的曲线 再讲一次 无欲曲线就是效用没有差异的曲线 换句话说 在这一条线上 因为效用没有差异 所以在这一条无欲曲线上面 带给你的效用满足感 都是一样的 所以回到投影片上面来 能够使消费者感到相同满足程度的 所有消费组合所形成的轨迹 那么这一条轨迹 就是无欲曲线 所以在这一条无欲曲线上面 带给你个人的满足程度 都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来跟各位说明 无欲曲线到底是怎么来的 好 各位看到投影片 我们说小兰对咖啡跟蛋糕的 消费组合都有相同的编号 也就是说 不同的消费组合 带给小兰的满足程度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投影片上面 我们用效用是utility 我们用一个这样的一个代号 它是一个幽灵的效用 一杯咖啡12块蛋糕 带给小兰的效用是幽灵 那我们刚刚根据无欲曲线的定义 两杯的咖啡再搭配 八块的蛋糕 带给小兰的满足程度 一样也是幽灵 三杯咖啡以及五块蛋糕 带给小兰的效用 一样也都是幽灵 所以呢 以此类推 我们把这些点呢 描绘在图形上面 就可以得到一条 效用没有差异的曲线 也就是小兰对咖啡跟蛋糕 效用没有差异的曲线 所以各位接着看 我们根据上述的那一张表 把这个ABCDE这个五个点呢 描绘在图形上面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得到 小兰的五曲线呢 这个是小兰对蛋糕以及咖啡 带不同的消费组额 比如说一杯咖啡12块蛋糕 以及五杯咖啡2块蛋糕 有没有 分别是这个 这两个点 还有其他的点 带给小兰的满足程度都是一样的 都是幽灵这个程度 好 到目前为止 相信各位同学 对五语曲线的概念 应该有所了解了 接着 由于五语曲线非常的重要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五语曲线的特性 在介绍五语曲线的特性之前 我们要必须先假设 一个理性的消费者 他必须满足以下的基本条件 第一个 你必须要有能力排出自我偏好的顺序 这是什么意思 回到刚刚一开始 我们跟各位同学说明说 如果有商种商品 有汤包 有衣服 还有电影 假设你喜欢看电影 那你对电影的偏好 一定大过于衣服 然后呢 再大过于汤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不会做出自我矛盾的选择 假设你已经排列好 这样的一个偏好顺序 电影大过于衣服 衣服大过于汤包 你就不可能在下一个阶段 做出相反矛盾的选择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 因为我们在做 进行这样的一个 无需线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满足 这样的条件 那么第三个条件呢 我们假设 对于数量较多的消费 消费组合较喜爱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刚刚说 有一笼汤包 两笼汤包 三笼汤包 对不对 那正常的情况下 消费的数量越多 我们的满足程度 应该会越高才对 所以三笼汤包的效用 的偏好 大过于两笼汤包 再大过于一笼汤包 这是我们在做 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时候 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 接下来我们才正式的进入 介绍 无欲曲线的特性 第一个 无欲曲线是复写力的 各位回想刚刚的 那一张无欲曲线的图 小狼的无欲曲线 是不是从一条 从左上方 往右下方 倾斜 然后呢 它是一条 凸向圆点的 这样的一个线呢 好 所以 由左上方 往右下方倾斜 这样的一条线 就是一条 负斜列的线 那当然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 就是什么 因为 各位想想看 今天我们要 维持在同一条 无欲曲线上面 假设这是X商品 这是Y商品 各位想想看 我们增加X商品的消费 是不是 就要减少 Y商品的消费 才能再从这一点 移动到这一点来 不管是这一点 或是这一点 带给你的效应都是一样的 所以增加X 就要减少Y 那么我们在数学上面所说的 增加X 减少Y 两者之间是呈反向变动的 那么这一条线 当然是一条 负斜列的线 第二个特性 任何两条无欲曲线 不会相交 好 各位看到头影片上面所说 如果有无欲曲线会相交的话 那会形成一种矛盾的结果 那我们从这一个 这张图上面呢 跟各位同学做个说明 好 各位看 在 幽灵的这一条线上面 有两个点 对不对 有 A点 跟B点 那回到我们刚刚说 对无欲曲线的定义 在同一条无欲曲线上面 带给你的满足感 都是一样的 那么 A点带给你的效用 是不是会等于 B点带给你的效用呢 那再过来 在U1的这一条线上呢 有两个点 有A点 跟C点 那么在同一条无欲曲线上面 带给你的效用不是一样的吗 那是不是又得到这样的一个 C点跟A点带给你的效用是一样的 那换句话说 从这两个式子我们可以得到 B点带给你的效用跟C点 带给你的效用是一样的 可是各位 这不是一个矛盾的情形吗 各位从这个图形就可以看到 在这一个C点跟B点 消费同样的X 可是 各位看这个地方 C点 是不是比B点 多消费了这一段的什么 这一段的Y啊 这一段的Y 所以照道理来讲 我们说消费的数量越多 我们的效用会越高 所以 照道理来讲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C点的效用 要大于B点的效用才对 所以产生了矛盾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两条线 任何两条无欲曲线 是不会相交的 这个部分 请各位同学回去 再好好的复习一下 第三个 平面上任何一点 必有一条无欲曲线通过 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因为不会相交 所以任何的一点 一定会有一条无欲曲线通过它 好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第四个特性呢 越往右上方 的无欲曲线 效用会越高 为什么 我们简单画了一个这样的箭头 各位就可以了解 这样的箭头表示什么 A点B点 假设这边是一个C点的话 随着这个箭头往外射出去之后 我们不是消费更多的X跟Y吗 B点比A点消费更多的X跟Y C点又比B点消费更多的X跟Y 回到刚刚我们所说的 当我们对某个产品的消费数量越多 不是效用就越高吗 所以 我们可以得到 越往右上方的无欲曲线 效用是越高的 也就是说 带给你的满足感 是越来越大的 那么最后一个特性 很重要 无欲曲线是 突向原点的哦 无欲曲线是突向原点的 各位可以从刚刚的 小兰的例子啊 我们可以把那个图形画下来 那么为什么无欲曲线会突向原点 因为 我们刚刚说 无欲曲线的斜率是负斜率的 对不对 那么无欲曲线的斜率叫做 边际替代率 这个名词 请各位同学务必把它记下来 边际替代率 它的简写叫做MRS MRS叫做边际替代率 好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这个是一个推导的过程 那未来各位在正式进入比较深入的学习的时候 老师们会跟各位同学做详细的说明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简单的跟各位同学说明 无欲曲线的斜率叫做边际替代率 它等于两种商品的边际消耗比 那么边际消耗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已经跟各位同学介绍过了 好 它的意思是说边际替代率啊 会呈现递减的现象 为什么会呈现递减的现象 那各位 这个无曲线的特性突向原点 因为是什么 边际替代率会呈现递减的现象 所以各位想想看 我们现在有X轴跟Y轴 从左上方 左上方表示什么 表示你有很多的Y 比较少的X 那所以呢 当我们想要增加X商品的消费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你有很多的Y 所以你愿意用比较多的Y 来增加一单位X的消费 对不对 那随着你X的消费数量越来越多 各位想想看哦 因为一开始你用很多的Y 跟人家换一单位的X 现在随着你的X的消费数量越来越多 你的Y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你的Y越来越少了 你为了要增加一单位的X 你愿意替代 用Y来替代X的那个量 是不是会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 当你把这样的情形 把它描绘在图形上面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发现 你愿意替代Y越来越少 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子 边际替代率递减 五一几线就会凸向原点 往后 这个东西各位在 这个部分呢 需要各位同学在进一步的练习 这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简单的跟各位同学说明 因为边际替代率会递减 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随着X的数量越来越多 你拥有Y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所以你愿意用Y来替代X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所以才造成的五曲线会凸向原点 好这个部分请各位同学 务必留意 好 接下来是预算线 预算线我们其实我们在上一个单元 已经跟各位同学做了说明 就是小胖的预算线 对不对 所以各位 简单的去把这个第一看一下 在一定的所得预算线下 所能够购买到的两种产品 之所有最大可能组合量所形成的轨迹 很简单的 我们用图形来给各位同学做说明 各位就可以容易了解 好 这个在第七单元的地方呢 我们也跟各位同学做了说明 那时候是用小胖的例子 小胖用汤包 还有电影的例子 我们那时候说 它预算的集合一定是怎么样 各位看这个地方 一定是要小于 小于它的所得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直接定义 预算线等于什么 预算线等于这个市值 预算线等于这个市值 这个是X产品的价格 乘上你所消费的数量 加上Y产品的价格 乘上你所消费的数量 一定要等于你的有限的所得 那进一步 我们也可以推导出 它的斜率叫做 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那这个部分 我们在过去我们的国中数学里面 已经介绍过 好 这一条线的斜率就是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那刚刚讲的边际替代率是五一几线的斜率 叫做两种商品的边际消费比 好 所以这个地方预算线的斜率叫做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这个部分也请同学要特别的去把它记下来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推导出最适的消费组合 好各位看 我们说不管是透过技术效用分析方法或是序列效用分析方法 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出效用极大化的最适消费者组合 那么在这个透过五一几线分析方法呢 来找出这个最适消费者组合的时候呢 它的最适消费者组合会发生在哪里 各位看这个地方 会发生在五一几线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五一几线的定义 还有它的特性 以及预算线的斜率的对不对 好 它会发生在五一几线跟预算线相切的地方哦 好 那各位刚刚都知道 五一几线的斜率叫边际地带率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两种商品的边际相比 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请各位同学务必要记下来 那么在上一张投影片的时候 我们也跟各位讲 预算线的斜率叫什么 叫做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当这两个市值相同的时候 也就是五一几线跟预算线相切的地方 这个时候是最适的消费者组合 各位看到这个市值 各位看到这个市值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像 我们在上一个单元 跟各位同学所介绍的 等边际相同原则 各位看我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等号 我们把它移向 各位是不是可以发现到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不是我们在上个单元 在讲序列相同分析方法的时候的 等边际相同原则吗 所以这两种方法 其实到最后呢 都能够找出最适的消费者组合 对不对 所以各位看 这个是预算线 这个在前面一个单元 我们已经跟各位同学做了说明 好 在这一条预算线以内 是我们买得起的组合 在外面呢 就是我们买不起的组合 这我们都做了说明 好 各位我们从图形啊 再给各位同学做一次说明 我们说为什么 效用这套组合会发生在 预算线跟五矩线相接的地方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个V点 刚好位在 这一条U1的五矩线上面 跟什么 跟预算线上面 所以V点 A点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把所有的所得全部花完了 然后呢 这个是C点 假设这边是一个C点 C点在这个地方 V点 C点 A点 带给我们效用是一样的 那可是 在A点 B点的时候 钱用完了 可是在C点这个地方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还有钱 没有用完 所以其实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买的更多 对不对 我们可以买的更多 一直买 买到哪里 买到这个地方 刚好什么 刚好钱也用完了 这个效用 我们刚刚不是说 越往预算方 效用越高吗 所以刚好在这个点 钱用完了 然后效用也是越高 那如果我们继续往外呢 继续往外到这个地方 各位 当然效用是越高 可是什么 我们说在预算线以外 这个是我们买不起的组合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根本不用去考虑它 所以你看 效用最大的消费组合 是不是刚好落在 预算线 跟五宇线相切的地方 也就是两个协力 相同的地方吗 五宇线协力叫做 两种商品的 编辑效用比 另外一个是预算线学习 叫做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所以我们把它移向之后 才能够得到 如同前面的单元所说的 等编辑效用原则 好 这个部分 请同学回去 再多多的练习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讲完了五宇线分析方法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就要根据这个 五宇线分析方法 来推导出需求曲线 那各位都看这个地方 这是原先的 这是原先的预算线 这是原先的预算线 它跟五矩线相切在这个点 这是原先的预算线 跟五矩线相切在这个点 决定的这样的一个 最适效率的主要 有没有哦 X0跟Y0 那我们把这个点 描绘下来 好 这边有一个点 对不对 好 这个假设是在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假设什么 假设 是在 X产品是 在零的这个价格的地方 那各位看 如果今天 当 X产品 价格下跌 各位看 X产品价格下跌 我们用同样的所得 是不是可以买更多的X呢 所以我们的预算线 产生了这样的变化 因为X产品的价格下跌 同样的所得之下 我们可以买更多的X了哦 我们可以买更多的X哦 所以这个价格呢 也就是从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又找到一个新的最适的下跌的组合 这个最适的下跌组合是X1跟Y1 那我一样的把X1这一条画一条巨线对应下来 有没有对应下来 这边是X1 这边是X0 这个是X产品1的价格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两个点 一个是什么 在X0价格的时候 对应的X产品的最适组合是X0 那么在X1的价格的时候 对应的最适的X的消费数量是X1 我们就把这两个点连线起来 就可以得到X产品的什么需求极限 好 这个是通过无级线分析方法 能够找出某一个特定产品的需求极限 所以各位到目前为止 我们从技术效用分析方法 到这个单元的序列效用分析方法 不管是技术效用 边际效用分析方法 或是序列效用 也就是无级线分析方法 我们导到最后 都能够得到一个重要的适值 就是回到等边际效用原则 那么等边际效用原则 透过等边际效用原则 我们就能够找出 消费者的最适消费者组合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 能够帮助我们的效用达到最高 在这个单元的最后 我们是不是也跟各位同学介绍 其实无级级线它还有其他的运用方式 就是原来我们可以通过无级级线分析方法 当价格产生变化预算线跟着改变的时候 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组合点 新的最适点 那么透过价格的变化 找到了X产品数量的变化 一样我们也可以推导出产品的需求曲线 那么希望各位同学在这个单元的学习 能够非常的顺利